女人在浑浊的水坑里发现一朵闪闪发亮的水晶花 忍不住上手去触摸 然而当她接触到花朵的一瞬间 接着水里突然传来阵阵一响 然而下一眼 原来刚刚的小花只不过是怪物用来捕猎的诱饵 眼前的一幕让同行的队友吓得目瞪口呆 赶紧逃离现场 身后的女人更惨 巨型爬行怪物正在身后紧追不舍 眼看就要被追上 同行的术士赶紧变换出一个传送门离开 只剩下女人一个人 女人成功地跑进了传送门 可怕的是怪物并没有因此放弃 好在在怪物即将穿过传送门的一瞬间 术士及时关闭了传送门 将凶猛的怪物拦腰折断 只有一截的怪物还想挣扎 但很快就一命无忽了 看着眼前的庞大怪物 众人都觉得这里太过危险了 连忙赶紧离开此地 就在众人警惕地往前走时 突然几块石头扔了过来 抬眼看去 是一个身高一米的小矮人 小矮人是一众人赶紧跑过来 躲藏起来 众人被突如其来的小矮人搞得一连猛 小矮人见这群人解释不通 赶紧指了指不远处的天空 原来一只巨大的怪兽此刻正在觅食 众人吓得赶紧跟小矮人离开 而怪兽也发现了他们正往这边飞来